新年第一天台东就发生了一起瓦斯桶车的翻斧事件 一名油性驾驶他运送瓦斯的初衷一次打瞌睡 他先失控冲撞了农地铁门 再撞上电线杆 最后整台车是翻落到田地 现场还飘出浓浓的瓦斯味 所幸消防队顺利处理漏气 驾驶也只有轻伤 小货车以45度角斜插进田地里 不仅车头严重凹陷变形 后头满载的瓦斯桶更是倒得倒翻得翻四散一地 逃出车内的驾驶蹲坐在田中央不知所措 回想事发经过竟是打瞌睡酿货 就我精神不济这样打瞌睡 一脸疲态双眼还不满血丝 负责运送瓦斯的有幸男子 1月1号下午4点多开着载满瓦斯钢瓶的货车准备去送货 行经台东市虽远路一断时 因为疲劳驾驶注意力不集中 导致车辆失控 先冲撞上农田的铁栅栏 接着再撞上电线杆 最后整辆车翻落田间 现场弥漫着浓浓的瓦斯位 消防局货报后紧急出动救援 由于现场飘着阵阵瓦斯位 让在场的消防人员不敢大意 拿起测量仪器检测 并逐一将外泄的瓦斯桶关闭 索性很快就排除气体泄漏的危机 而驾驶也只有手臂擦伤并无大碍 至于整起车祸及详细情形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理清 继续上场会台东市报道